生活很苦总归来点甜不是吗 年度小甜去来洗看看有没有你心水的 今日的糖分有点超标哦 宠爱去场又来放剧了 花样晒出你是我的荣耀 一生一世从结婚开始恋爱 暗格里的秘密 亲爱的热爱的原来我很爱你 传闻中的陈千千 看过的小伙伴都说甜 竟比韩剧还要好看 各种cp夫妇韩群默默互撩不断 给大家加满狗粮 不甜不要钱 哪一步能够成为年度最甜的呢 甜宠界的天花板就此换剧了吗 荣耀夫妇还能成为碧迹之光吗 哈喽宝宝们咱们又见面了 瓜熟瓜落瓜满天 小编永远第一线 今天你吃瓜了没 今年的甜宠剧格外优秀 高甜爆表的你是我的荣耀 荣耀夫妇的浪漫时刻 大家是不是还历历在目 这部剧真的是一级一个文 三级一个大尺度 高甜画面数不胜数 小编看了之后只想说 乔晶晶也太会谈恋爱了吧 此剧讲述的是航天工程师 于途和大明星乔晶晶的爱情故事 两人从高中就认识 学生时代的晶晶暗恋于途 在即将毕业之际向于途表白 那时候的于途还十分高冷 对于晶晶的告白狠心拒绝 殊不知虐妻容易追忌难 长大后的他们一个成为国之栋梁 航天工程师 一个成为万众瞩目的大明星 看似毫无交集的两人 因为定进游戏产生交集 从此开始甜蜜恋爱史 说起这部剧 相信大家脑海里 第一个最高甜的画面 就是KTV吻吧 恰好高中同学 相约到KTV唱歌 从来不出席的晶晶 决定趁这个机会 与于途和好 于途在得知晶晶出席高中聚会后 便火酥赶到现场 在众多同学面前 与晶晶深情一吻 大方时爱 杨阳这超霸气的译文 不仅让赛场的高中同学们 都惊讶到无嘴 更是甜哭屏幕前的粉丝 这一段戏绝对是 剧中的高潮片段之一 陈时夫妇的高甜舍后 一生一世 看过周生如故的小伙伴们 应该都知道 这是一部虐恋剧 男女主爱而不得的错过 成功把一众网友虐哭 还好一生一世 十倍速续集 让观众一岁的玻璃心 重新拼起来了 看过此剧的观众均表示 甜度爆表 或许是因为沉浸式追剧吧 即使在现代剧 男女主每干什么 只是出狱 网友就能挠不出一系列画面 可见周生如故的后劲之大 现代剧在剧情方面 也是一点都不拖沓 开始了多倍速恋爱 第一集一见钟情 第三集求婚成功 甜剧就应该是 这样的开车速度 先婚后爱太可了 相比于上一世的 发呼情指呼里 这一世的周生辰展现了 憨憨式谈恋爱 上演了不少 直男士贴心名场面 比如想要观察女主的生活习惯 不是去问 而是在送她回家之后 默默待在女主楼下 观察她几点熄灯睡觉 理工男的温柔就是这样吧 暗戳戳的细节堂也很渴 第一处细节就是结婚纪念日 周生辰很用心颇有深意 她选择5月11这一天 还解释说特意用11名字的谐音 第二处细节就是戒指上面的数字 显示的是4月7号 数字加起来就是11 第三处小细节 便是对一元硬币的特写 这里已经很明显撒糖了 周生辰在用硬币跟十一告白 最后一处就是两人日常生活的小拖鞋 不仅是情侣款 还隐藏着两人的专属称谓 契约是爱情的 从结婚开始恋爱 也是先婚后爱的剧情 轻松搞笑的婚恋剧 霸道女主苦追外科医生 方明永住夫妇 让大家上头美 婚后两人诙谐与甜蜜并存 虽然观众印象深刻的就是结婚当天晚上 陆芳宁拿出了秘籍 也就是所谓的婚后幸福指南 按照指南 陆芳宁使出了第二招 也就是酒语气氛 最后成功把林瑞灌醉 但没想到陆芳宁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 十分搞笑的 还让自己强作镇定 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 陆芳宁又玩出了新的花样 先是喷了很多香水 后躺在床上摆出一个十分迷人的造型 但谁称想林瑞根本就不吃他这套 即便这样我们的女主陆芳宁也没有就此放弃 于是开始抖机灵 想尽一切办法来靠近林瑞 比方说假装睡着故意摔下床靠近林瑞 本以为可以和林瑞四目相对 但没想到下一秒 林瑞就把陆芳宁当成一个粽子一样绑了起来 画面十分搞笑 相信很多观众看到这里 都不禁露出一一幕笑 花式吸引老公就问大家 绝不绝 被称为国产校园天花板的暗格里的秘密 陈哲远和徐莫杰这对陷入四月CP 那句比方尚有荣光在勾起无数人校园时期 那轻松的暗恋回忆 双向奔赴满瓶撒糖 从校园到婚纱 慕了慕了 陈哲远饰演校园男神周思悦 家境优越 帅气多金 还是数学天才 简直就是人类高质量学长 在歪人眼里高冷且不接地气的他 遇到女主后却变得异常可爱暖心 关键是只对女主一个人好 试问这样的统桌谁不想要 而武林徐梦杰饰演的女主丁线 就是一颗人间小太阳 刻苦努力又倔强可爱 会在男主难过生病时 陪伴她 照顾她 温暖她 对的爱情勇敢追爱 最最最重要的一点是不作 有什么就说什么 这种人设真的太讨喜了 小彩虹也凭此剧又小火一把 最关键的是男女主的严是真的很配 不需要刻意的营业 就能氛围感满满 尤其是那段名场面 她的喉结吻了她的锁骨 绝美地拥抱两人正式观宣恋爱 男女主不经意的小细节 更是暗戳戳撒糖 周四月拽着钉线的书包 帮她躲避危险 睡着时悄悄披上衣服 篮球场上躲避飞来的篮球 周四月的男友力 被陈哲远在无数小细节中 诠释得淋漓尽致 简直是万千少女梦想中的百月光 势之力敌的爱情剧 亲爱的热爱的 现男友李献和杨子搭档 着实火遍19年的夏天 在这部电视剧中 杨子饰演的是 软萌的高智商少女童年 李献饰演的是 职业战队的队长韩商言 两个人年龄相差有10岁之多 在外人的眼中 他们两个人的爱情 就好像是纯粮的小白兔 vs腹黑的大灰狼 杨子饰演的童年 在网吧代班时 正好遇到了李献饰演的韩商言 虽然韩商言这个人 外表上冷酷无情 还有点拽拽的样子 但是童年对他一见钟情 而韩商言和童年的家世 还是试交 这使得两人早早 便见过了家长 更有了门当户对的家世背景 童年没谈过恋爱 遇见韩商言后 总是会脸红害羞 而韩商言别看岁数比较大 内心也是有点娇羞 两个人的相处 颇有一种小孩子般的幼稚和美好 相信关于两个人 不按剧本的亲吻环节 大家应该都看过 杨子被李献投亲时 杨子的双眼先是震惊 后来意识到这是剧本外情节 便一下子进入剧情拍摄中 而李献被杨子投亲时 第一反应是躲避的 第二反应才是尽心回应 两个人的欢笑和默契互动 也为这部亲爱的热爱的 增加了许多的趣味性 夏日清新小甜剧 原来我很爱你 素颜夫妇双相奔赴 这部剧是由林彦俊和万鹏主演 主要讲的是林彦俊饰演的苏念卿 被万鹏饰演的桑无烟所感动 彼此就熟 然后相爱的故事 剧中的苏念卿是个瞎子 从小被父母抛弃 导致他一度内心敏感脆弱 不愿相信别人 后来遇到桑无烟 才慢慢感觉到世界的美好与温暖 作为一部爱情题材的甜宠剧 原来我很爱你 并没有奇奇怪怪的柔光滤镜 也没有刻意为了甜 而甜制造出来的甜蜜戏分 通过剧情的铺垫和演员的演技 自然而然让观众感受到的情感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剧的演员均采用原生 这是非常考验演员的台词功底 和语剧的适配度的 万蓬饰演的桑无烟 人设上作为一个温暖开朗的女生 她的声音没有拿枪做事 也不会故意突出小女生的情愫 贴合角色 无厘头情绪剧传闻中的陈千千 剧情上以一种新奇的书穿模式台片 由原恋甜美赵露丝饰演的女主 因为意外穿越到了自己所写的书中 原本是女炮灰的三公主 秉持着逆天改命的原则 抱紧了丁于希饰演的男主角 喊硕的大腿 最终有情人成眷属 作为一部反套路的无厘头神作 让不少追剧的当代青年 都忍不住发出真香的感叹 剧中的男女主 不仅在戏中擦出爱的火花 花絮戏外也处处是小甜品 让许多观众 被这该死的甜蜜 冲碰了头脑直呼 渴死我了 丁于希饰演的韩硕 是个病弱腹黑傲娇帅气的美男子 大道男主与美艳三公主之间 当然少不了 揉揉包包的互动 还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丁于希在演戏时 设计了许多小巧思 他用两人剧中的甜蜜指数飙升 比如说 牵手的时候 轻轻摸缩女方的手 用手指关节轻扶女主的侧脸 手指轻轻弹女主的嘴等等 在一场花絮中 两人生动地掩饰了 我就这样看着你看着你目不转睛 丁于希还时不时地用手 去戳赵路斯的肉肉脸 面带笑意 两人对着镜头 互相搞怪卖萌 做鬼脸 气氛十分轻快温馨 另一个花絮中 女主赵路斯衣服意外崩开后 丁于希迅速伸出自己的绅士手 挡住了拍摄的镜头 甚至细心的网友发现 在两人穿越回现代的一场戏中 丁于希躺在病床上 等到赵路斯进来的时候 一旁的心率显示器 迅速从99 狂飙到130 两人戏里戏外的种种 许多网友直言太甜了 忍不住想咳cp 甚至还有些网友纷纷猜测 两人是不是有假戏 真做的嫌疑 纷纷质疑两位是不是真的 以上这八部甜宠剧 大家都看过没 是不是值得大家二刷呢 反正小编先下手了 甜宠剧真的太适合 寒冷的冬天了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来不断叨扰小编 为大家提供一线的娱乐瓜 小编在所不辞 大家的认可就是小编更新的动力哦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 一起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哦 咱们下期再见